這個還有電燈 因為它形切的時候很暗 我就把它勾開 勾開 侵入以後 它會把客廳裡面 它不會吵醒住戶 它會把客廳裡面 住戶的皮包 車鑰匙拿出來 然後去找它的車 把車開走 所以住戶損失也是很慘重 那我們在檢測第二道門 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一道鎖具 就是俗稱的輔助鎖 輔助鎖 是僅比喇叭鎖好一點的鎖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容易破壞 輔助鎖它有個缺點 裡面是中控 我歹徒我只要 我只要用這個自製的小鐵敲 一插進去的時候 把這個稍微挑開一下 挑開什麼 挑開一個洞 就這麼小的一個洞 然後我再用一個尖嘴钳 插進去 把裡面的中間有個傳動片 我把它挑開就好了 楊建成觀察 高達90%的民眾 都是裝這樣的輔助所 建議民眾如果要加裝 可以選擇改良過 多了一層保護罩的輔助所 讓小偷即使敲開後也無窮下手 螃蟹效果就提升了 另一種堅固的多段鎖 鎖得越緊反而幫了小偷 你給它鎖到中間的話是最堅固的 也就是說它如果是五道的話 啪啪啪五道的話 你鎖三道就好 四道的話你鎖兩個道就好了 那你如果五道都全部上的話 我只要鐵條 它中間 它最後面剩下 剩下什麼 剩下那個鐵條 鐵條 其實它的螃蟹效果 力量不是很強 力學力很強 對 鐵條的力量 跟擋桿接觸的力量 反而比較薄弱 如果你鎖到兩道的話 它中間的鎖舌 跟擋桿之間的話 反而比較強化 擺擺開 對 這是當舒緩的 對 這種圓形空管 很容易遭小偷破壞 它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水管切割器 水管切割器 它旁邊轉動 那個齒輪帶動 就可以切斷 那另外一種是用 類似扳手鉗 因為它這個都是砍入式的 這是空心的 只要把它撿凹兩根 拔出去 就可以鑽進來 所以我會建議你 以後這種鐵窗的設置 全部要採方形管 橫的 梳的 都採方形管 對 方形管 它不容易剪 不過也發生過 小偷以切剪的方式 破壞方形管的例子 同時現在受到歡迎的玻璃窗 安全性也受到考驗 歹徒做案 我只要把這個 一頂這個地方破掉 然後把弧心勾勾打開 玻璃擊碎頂 這個玻璃就 啪就破掉了 楊建成手上的小工具 叫做中心充 一般又叫玻璃擊碎器 大約只要30塊錢就能買到 中心充最大擊碎極限 是5公里 如果玻璃厚度超過5公里 中心充就無用武之地 不過對付玻璃 小偷還有其他工具 小偷現在要破壞這個窗戶 基本上 它要帶兩樣東西 一種是寬板膠帶 一種是水泥工用的榔頭 頭最理會用的工具 有看過嗎 一頭是尖的 它是氣磚塊 很尖銳 然後比方說 我們現在是在外面 小偷會用寬板膠帶 把這個玻璃全面連上 連個兩層至三層 然後玻璃最缺弱的角落 是四個角落 它會用水泥工用的榔頭 尖的那一端 開始破壞 開始敲 然後最後用扁的那一端 全面擊碎 它全面擊碎之後 玻璃整個連在膠帶上面 就像那個汽車的 以前那個打紅玻璃 膠帶玻璃一樣 整扇拿下來 為了了解窗戶玻璃的安全性 我們到工廠採用最常見的 強化玻璃 進行一場敲擊實驗 度數目 是要有一個 封面的 快速度 這是一個 最新的 平衡 在工廠 是 有多座